好的 再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7月8号继续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 疫情应对等多个方面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号予以坚决搏斥 首先我想说蓬佩奥先生 别再跟我们谈什么信誉 真相和责任了 你说的不累 我们听的都累了 赵立坚认为 说到信誉 美国这几年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 在国际上一再背弃自身的国际承诺和国际义务 毁约退群成瘾 已经成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说到真相 赵立坚反问 我倒想问一问蓬佩奥先生 美国政府能否就德特利克堡生物基地 电子烟疾病 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试验室等问题 说出真相 说到责任 赵立坚说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万 死亡病例超过13万 美国政府确实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奉劝美方这些政客 还是先听一听国际社会 对于美国频频毁约退群的强烈反对呼声吧 发言人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方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做了通报 双方公布的时间线都清晰地 罗列了相关事实 可以相互印证 这是有目共睹的 总台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